嗨 我是魏老闆 這集好多人敲完喔 那我終於有時間聊這一題 就是網路交友到底要怎麼聊天啊 現在我覺得應該大部分都是用網路交友 不然你有時候很難認識新朋友 所以我覺得網路交友會聊天很重要 因為你才能開啟約出來的機會這樣 所以我們這集就來講 到底怎麼聊會比較有機會發展下去呢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追蹤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追我的IG喔 我覺得網路交友聊天有幾個重點 特別要注意就是 不要只有虛寒問暖 早安 不安 吃了嗎 晚安 這很無聊耶 有人都這樣耶 有人都這樣 照三餐這樣子問候 然後也不開話題 對 那你要我回你什麼 對啊 我也只能回你 早安 吃了 吃什麼 雞腿便當 嗯 沒了 很無聊耶 在幹嘛 早安 午安 晚安 跟虛寒問暖 這只是你的開場白 你要接下去OK 那你吃什麼 那你今天會很忙嗎 欸好吃嗎 喔 是有你喜歡吃雞腿便當 那你不怕胖喔 你最近有在減肥嗎 喔 你是有在健身喔 嗯 不是就開話題了 對 所以 千萬不要講了這個之後就把它結束 你一定要開後續的話題 那如果是對方就一直說 喔 吃了啊 然後就據點了 那你就問他問題啊 那你吃什麼 你今天忙嗎 你今天工作忙嗎 你在公司吃喔 還是出去吃 用問問題來引起話題 然後他講了什麼話就可以延伸下去聊了 那你也可以拍你吃什麼給他看啊 我吃這個耶 這個很好吃喔 那如果他一直據點的話就可以不用再聊下去了嗎 當然了 他不想理你了 假設他也許對你沒興趣 不然照理說應該會一直把握機會聊下去 頂多一直到 欸那我上班了 我晚上再聊 如果不跟你說就直接據點或沒回應的人就 他應該不是很想跟你聊啦 然後如果你今天剛看到一個個資要開始跟他聊 要從哪邊找話題 就是從他的個資跟公布的照片上面的蛛絲馬跡開始聊 包含他的行業啊 或者什麼 或者是他的照片裡面有出現的東西 比方你去過的餐廳 你去過的景點 我有遇過一個男生很加分耶 他逆我的時候他就說 我覺得你眉毛畫得很好看 就我會覺得你有在注意那個照片的細節 是好事嗎 什麼意思 是我會有所防備 為什麼 你太會看女生了 你會看女生眉毛 看到眉毛 你如果看胸部我就會合理 你會看眉毛跟睫毛的 通常很熟女生喔 真的喔 我還覺得這樣是一個成長耶 對啊 不是 你看很細耶 那你覺得他是很多異性朋友 肯定 異性在聊 他很了解女生 甚至他還知道霧眉 美睫 不分你相關產業 如果不是 哇 應該就順著問他說 欸 你怎麼會 對 欸 你怎麼會看得懂這個啊 我有說啊 我說你是第一個男生注意到我眉毛的 他說是喔 其他人都沒有注意到吧 為什麼掉進他的陷阱裡啊 你還稱讚他 對啊 然後他還加分自己 你看喔 你看我跟別人真不一樣 嗯 一步一步走入他的陷阱囉 對啊 學到了 對 我一開始就覺得苗頭不對了 嗯 哇 你會跟我聊 眉毛 眉毛 一般直男 連女人或畫眉毛都看不出來耶 真的耶 整個畫好狀態都看不出來耶 然後個子上面可能是不是就會有場合啊 然後寵物啊 職業啊 或是他的喜好啊 興趣啊 運動啊 這些都是你可以開話題的地方啦 所以男生你要跟女生聊你也是一樣是這樣子 你先聊他這些 然後我 你剛剛是不是有都學到不要聊女生那些 就跟你懂你不要 先不要講喔 如果你遇到我這種就露線 你遇到小便當就是 被你賺到了啊 這些事情盡量先找一個話題聊 除非真的據點 你讓好多你要聊寵物 欸 你有養貓喔 什麼什麼 就一直聊這個 先不要 你有養貓喔 對啊 我有養一隻折耳貓 是喔 欸 那你有衝浪喔 就跳到衝浪 然後可能 他說對對對 因為是周末我可能都會跟朋友去衝浪 然後你又跳他另外一個 欸 你之前有去南投旅遊 你不要這樣東一點吸一點瞎聊 你一下子話題就用完了 然後就很乾 你聊到衝浪你就一直聊 欸 所以你要看怎樣浪你才會下去 或者是怎樣才不會有危險 啊 你都去多久啊什麼時候 那個話題既然如果開了 就那個話題聊久一點 嗯 除非到真的聊得很乾 再考慮聊別的 不然照理說那個話題就會 衍生周邊相關的東西出來了 嗯 然後也不要只有發問 那你有養寵物喔 那你哪裡人幾歲 可能身家調查欸 你要不要用聊的 聊不是問問題 聊是來回來回 並且也有加入一些自己的事 喔 哇 我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這樣子 在這些話題上可以聊他嗎 你已經喜歡他囉 你怎樣聊他囉 沒有 就想說可以聊一下 那你就稱讚他身材很好啊 或者是你就看他照片說 欸 你身材練得很好欸 這就已經有聊了 微聊 稱讚就已經是聊了好不好 如果男生說你很美身材很好 不聊嗎 表示他看到了 他注意到你 但是男生不要隨便稱讚女生的身材 因為很輕服 嗯 就是美女 或者是漂亮的小姐姐 有要回我嗎 對 正好 或者是 一直稱讚你什麼身材很好 然後臉很漂亮什麼 很膚淺 嗯 對 所以就算你覺得他在正 都不要稱讚他的外表 欸我現在到底是教男生的教女生 好 教現在男生就是 不要一下稱讚女生的外表 因為他可能就很容易覺得 你是蒼蠅 嗯 不要一直只講自己的事情 然後都不關心對方 或者是只急著問問題 但是卻不在乎那問題的答案 有些人是這樣 就一直問 然後你回了 他又跳下一個 然後他也不關心你那個問題 然後欸你是做什麼的 喔 我是在護理產業 喔是喔 啊那你 你就覺得 怎麼你又跳走 對 你應該針對他護理產業的部分先問說 欸那你是不是很辛苦喔 那最近是不是這樣子會很忙 那你們這樣日夜輪班應該很累喔 這邊要先聊完再跳走 然後也不要一直講自己的事情 我發現有很多人是很愛一直講自己的事 對 就一直跟我說我今天幹嘛喔 然後啊我啊 怎樣怎樣怎樣 那可是我完全沒回他 他也能一直講欸 那如果是遇到這種 他都很喜歡講自己的通通偉業 但是他其實也都不關心你的 那我又不會理你啊 你又不關心我 但是就是可能已經聊到出來見面 然後他就一直講自己的事情 喔 見面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只講自己的事 然後你也不關心我的 我不會跟你在一起 因為你愛自己愛過頭 就是一直在講自己 喔我啊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你也不在乎我 都沒講到話 他甚至可能根本也對我沒興趣 所以網路上你不要一直講自己的事 然後你自以為在找話題 欸你中間要不要差一點問句啊 就欸像我很喜歡去衝浪 然後幹嘛幹嘛 欸那你呢 你喜歡運動嗎 這樣就可以 可是你不要一直講自己衝浪多厲害 怎樣怎樣 我前幾天要 然後你跟女生講什麼 對啊 我管參與 對 他也只能頂多說 喔是喔 對啊 就沒了 喔好厲害喔 對啊 那你至少可以反問了吧 那你呢 你有喜歡什麼運動嗎 對啊 這不是在運動的領域的範圍裡嗎 就把握這個機會 把這一切聊一聊 那我要怎麼樣拿捏 要講多少自己的事情 網路交友就是講一個錢就好 不要透露太多 就是要保持一點神秘感是不是 也不是啊 因為如果萬一你隨時不想聯絡他 你也不想惹來什麼麻煩 你不要說你在哪公司上班還幾樓 或者是你要每週級去哪裡什麼 對 到時候他跑去現場糾纏你 然後你已經不想理他的時候 不是很尷尬 對啊 也是 先不要 然後記得喔 如果是女生 你第一次網路交友跟人家出來 一定要約公眾場所 什麼麥當勞 星巴克什麼 你不要直接約 阿家 你家 或者什麼旅館什麼 千萬不要 你那一天去復約 最好有跟朋友說 你那一天幾點有這個局 嗯 然後如果我幾點沒聯絡你 你關心我一下 嗯嗯嗯 自己做好一些防範措施 那可是基本上你約外面 然後東西點的是自己吃 不要是他買給你的 應該比較不會有危險 那如果像我們在交螺體上面聊得很開心 有需要交換IG或Line聊天嗎 先在上面聊一陣子 因為你不知道他跟你講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 那如果他跟你一樣呢 我覺得你先觀察一下 你跟這個人有沒有要繼續 如果聊得很開心 然後也很投緣 變成到外那邊聊或到IG那邊聊都可以 可是你就要注意 你的IG就有你的生活囉 他就會看到你更多的生活 那你覺得不OK 不OK的點是什麼 如果我覺得我沒有要跟你繼續聊下去 我有可能這幾天就不一定會理你了 我沒有必要讓你參與到我這邊的生活耶 那這一個界線啊 我自己會去衡量 要不要讓他跨過那個界線呢 因為我在交螺軟體上面聊的就是 隨時可以消失 可是你到了我的IG來 你已經可以看到我每天集中他在幹嘛囉 那我朋友幹嘛你都知道囉 而且你又看到我的生活圈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願意到這邊來聊 那就表示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了 這個點大家麻煩不管男生女生都注意 我曾經聊天 他有很不愉快的經驗就是 一直被貼標籤但又貼錯 什麼意思啊 就是每次你跟他分享什麼 然後他就會貼一個標籤給你 比方如果你去吃個餐廳他就說 那一定很貴吧 所以你應該是很會花錢的人 然後就覺得 好煩喔 你幹嘛一直定義我 對啊 你不要自己就下一個結論 然後那個結論又錯的時候就覺得 好討厭 就很反感 對 然後或者說你水瓶座 水瓶座是不是都很奇怪 有沒有很容易討厭別人 然後就 沒有啊 對 要下結論好不好 就只要問問題說 那好吃嗎 會不會很貴啊 就好了 那這種人還會自己的幽默 對對對 他還好像覺得說 你有猜中的齁 對對對 這怎麼好討厭喔 然後就覺得好討厭喔 然後我就PO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可能我根本就是沒有在寫什麼 然後可能對方就直接說 你今天心情很不好 誰得罪你了 然後就說沒有啊 而有啊 看起來就是應該有人得罪你吧 不要生氣了喔 我就跟你說沒有了 然後你還要再跟我說不要生氣了喔 然後還順便再對你說 就好 哎呀 跟你講 其實那種事情就是不要太在意 你突然真的沒完 我說你才沒完耶 就是沒完 是不是 然後如果你就跟他說真的不是 算了算了 你可能不想講 那沒關係 我先不要問你 我就覺得 超煩的 自以為很了解你 沒有要聽別人講話 對 然後你只會翻白眼到極限 這種真的很討厭 超想一秒把它封鎖 然後就是在聊天的過程中 可以適時的稱讚一下 不要就是都 不然就是很忍不住挑毛病 很愛衝浪不是會曬得很黑嗎 如果一直做重訓之後沒有繼續的話 不是肌肉都會垂下來嗎 為什麼要黏 一直潑冷水 對 適時做一些稱讚就好了吧 這樣會不會很像花痴啊 一直稱讚嗎 沒有就是 稱讚要小小的埋在聊天裡 你有時候也不是對他忍的稱讚 只是講 可是那好好玩喔 這種 那邊應該很有趣吧 剛剛我有個朋友 他是浮潛的教練 然後我也是網路上認識他的 我也是都跟他說 好像很好玩耶 所以你們那個陣仗應該很難考 你就可以聊他一些工作相關的事情 然後如果你看到他 有分享一些照片 你就會說 欸你們身材這樣練得很好齁 欸你應該跟魚共有得開心對不對 你稱讚可以埋在那裡面聊啊 那這樣子聊一聊 那聊到什麼程度要約見面呢 我覺得好感度很好的時候 就是你真的覺得值得認識你這個真人 如果純粹就是網路上聊天 你也沒有什麼想要見他的慾望就算了吧 然後如果你覺得可以見到本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經意的聊 欸那你中文要幹嘛 那如果我就是已經暗示他 明示他說 欸我們可以出來吃飯 然後他就說 好好好要改天啊 就是也都吃不出來 真的酸的 他應該有什麼問題不能出來 比方他不是照片上的真人 我有遇過耶 欸我有遇過耶 一定的啊 他用以圖搜圖 我遇到很多外國人說 被我的照片騙 喔真的喔 有人拿你的照片 非常多 我收到很多外國人且信 還有在我IG留言說 被我騙投資虛擬貨幣 然後問我是不是本人 然後就傳他們的對話紀錄給我 有的人不要兩年了 我想說兩年 兩年然後你現在才找到我 那你一開始為什麼不先找 就是剛剛講的遺圖找圖 你就先問我的照片 然後遺圖找圖 你就會看到我的IG啊 可是他們都是在被騙的時候 才做這件事 可是他也不可能也不宜有他啊 對 因為我的是那個照片太模糊了 看起來很像截圖的 我跟你講很多IG上面帳號 或者是網路交友帳號 一看就是假的 例如就是又帥又高 看起來就是模特兒的臉 然後又很多跑車 然後名牌什麼 然後他竟然會來主動跟你說 嗨想認識你 這一定是遊鬼 就是某一國的模特兒的照片 拼一些吃飯啊 朋友聚會啊 然後把它拼成一個假IG 對 你自己就要想 他有需要在網路上這樣 隨便亂找妹子聊天 而且我們還是不同國的人 對啊 合理嗎 我之前我自己有一個用意找耶 大家感覺可以學一下 什麼 我就覺得他很像假人 我就說你現在可不可以比一個 就現在指定的動作 然後拍一張照給我看 然後他就說 幹嘛一定要這樣 我就不願意 可是若你叫我這樣 我也不會做耶 我想說我幹嘛拼你的啊 奇怪 好像傀儡喔 對啊 而且如果只有熟你也不會知道 你一定要臉就對了 對啊 跟臉一起合照自拍啊 才不會理你 對 反正那種假照號一看到我問題 女生如果看到帥哥 然後又有錢 竟然主動來跟你聊天 你就要覺得怪怪的 然後男生你看到辣妹 你看到身材好又漂亮 然後主動跟你聊天 拜託你也覺得有鬼好不好 我都看到那種什麼 聊了一年兩年的那種 我覺得他們好可憐喔 被騙了這麼久 然後還被詐騙金錢 很多女生也都這樣啊 就跟外國人聊天 然後什麼 最後還匯美金給他 都是騙人的啊 絕對不要給他錢 絕對不要幫他投資 絕對不要幫他刷卡 絕對不要買遊戲點數給他 就算只是聊天 你沒有損失 可是時間也是你的成本 對啊 你浪費時間跟一個假身分聊天 你不覺得浪費人生嗎 但是我覺得女生都不會發現 那是假身分 都會覺得 所以喔 她是人數喔 最好不要聊太久就出來了 因為她一直不出來就有鬼了 尤其你們聊得很愉快 她也不出來那一定有鬼 聊到一個程度 比方說一兩個月 然後覺得真的還不錯 要不要出來喝杯咖啡啊 嗯 喝一杯咖啡沒什麼負擔的吧 至少我確定你是本人 而且長這樣 你不要花了大半年以上的時間 最後她不是本人 早點出來驗名正身 而且見面的感覺 跟網路聊天的感覺不一樣 很多人網路很熱絡 現場沒化解 對對 你那個時候就早點清醒 我們晚上聊得再熱絡出來就沒有 而且沒feel 而且有些人就出來說 你會發現這個人很沒禮貌 對 沒禮貌 很粗俗 或者是談吐整個不行 對 或者是看得出來衛生習慣很差 可是可能她聊天很有魅力 那你這個時候就趕快停損 如果像這樣子在網路上跟別人聊天 是要每天跟她聊嗎 我覺得也不用 到每天聊應該是你們很好的喔 所以我覺得 如果已經到每天聊成都就可以約了啦 早上一起來馬上就要先看她有沒有找你 晚上又要跟她打完招呼 是她睡覺的 然後看她什麼又想拍給她看的 然後快點約約 然後我提醒一下女生 然後我剛剛拍什麼裸照給她 有些男生都會 叫你們拍照片給她 我有遇過耶 叫你拍 她叫我傳性感照給她 會跟你要這種照片 就可以直接先封鎖了啦 對啊 可是我剛剛就想整她 我就下載一張超級辣魔照片給她 然後臉切掉 所以反正反正會對你做出這種要求 或者是會傳自己的奇怪私密照給你的 不要再聯絡 他們絕對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不要以為這是在撩 這才不是在撩 這才不是撩 這是性騷擾 所以女生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為什麼我們這一集 這麼的寓教於樂 我覺得網路交友 其實是一個正常交友的管道 但是上面有很多不好的行為 跟不好的人 給自己一些時間去觀察 不要一下子就陷下去 然後愛上對方 然後什麼都給她 跟現實你家朋友是一樣的 只是說現實你看得到人 網路交友你看不到人 他的身分更容易偽造 那你要更有防備之心 還有什麼你覺得很容易翻白眼的那種點 直接寫出來給大家看 或者是你遇過怎麼樣的狀況 是你覺得聊得很愉快 然後也很成功的 歡迎跟我們分享喔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追蹤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追我的IG喔